云英时1930年出生于中国大陆天津 是国学大师钱穆的得意门生 2006年获得被称为人文诺贝尔奖的 美国克鲁格终身成就奖 他生前语重心长 指出中共步步进逼 民主台湾正在生死关头 台湾版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在台湾都能发生 我认为这是台湾人民人文修养 还有很大的一段缺憾 这个缺憾如果不能补起来 你就没有办法对抗 共产党无所无虎不入的 像把台湾夺为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云英时深前曾提醒 台湾政党习惯党同伐议 内部像是有两个不同国家一样 是不行的 他认为台湾要在普世价值上多用功夫 对于国人党的认识 在这方面需要加强 而这个加强的方式就是 你必须要有在这个文化的各方面 都要有相当的准备 无论是政治学 经济学 哲学或者思想 或者有些是史学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 张东旭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